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午8点多就排了长长人龙 因为6号是口罩神明质购买的第一天 而这家药局从9点开始准时发放号码牌 因此不少民众都提前来排队 据说抢投降的民众甚至是7点半就到了 今天是几点来排队 大概8点半 由于不少药局缺乏人力 因此新店区公所也派员前往协助发放号码牌 同时协调里长与职工前往帮忙 但是因为排队民众相当多 所以短短几分钟时间 大人口罩100个名额就通通发放完毕 我今天大人的100号已经发完到这边 然后小孩子的发了两个 所以这个第三个还没发 今天发口罩 我们辖区有三间药局 因为药局的人员 都不过 所以由我们志工还有里长来协助他们发放口罩 让民众都能够顺利买到口罩 药局则表示虽然人手比较不足 但还是会配合政府政策 让民众可以顺利买到口罩 政策下我们都会配合 这样子 其实还好啦 影响变不太大这样子 今天发放口罩的次序 次序我觉得蛮好的 我们新店的居民都蛮不错的 都会照规矩来这样子 药局指出其实民众招聘号码牌 当天在药局营业时间都可以前来领取口罩 不需要在现场排队酒后 但还是提醒民众 每家药局发放号码牌与领取的方式都有所不同 大家还是先询问清楚 记者是民众们齐 新店财宝报道 另外石定区唯一一家健保特约药局 也是一大早就民众排队买口罩 局长洪崇连特地前往关心口罩购买情况 同时呼吁民众不用过度紧张 有需要再购买和佩戴 并且要勤洗手才能够真正预防病毒 口罩实名制贩售首日石定区唯一一家健保特约药局 一早开门就有民众排队 局长洪崇连特地来关心购买情况 药局老板表示 早上七点多还未营业前就有民众在门口等候 由于口罩实名制贩售是第一天上路 还在处理系统设定 因此已经先发号码牌 请民众等一切就绪晚点再来购买 而局长洪崇连也请民众无需太过于紧张 只要是自身健康不用时时刻刻戴口罩 一大早的时候就有长辈来排队了 我们是采用号码牌还有健保卡的方式 然后这边是其实特别呼吁大家 那个只要不是在室内 没有进入到那个医疗院所 其实不见得一定要戴口罩 我们把口罩留给需要的人 大家不用够紧张 武汉肺炎导致口罩抢购潮 但究竟什么时候才要戴口罩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导戴口罩的时机 像是需要出入医院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者 以及免疫力较差者要戴口罩 而健康民众户外运动者可以不用一直戴口罩 时定区长洪崇连也呼吁 勤洗手做好卫生习惯 才是预防病毒的最好办法 如果真的没有需要戴口罩 不如将口罩留给更需要的人使用 由于医疗口罩供货吃紧 网络上就有人发起 我OK你先领的活动 鼓励大家不要囤货 把口罩让给有迫切需要的人 不少人都纷纷响应口罩礼让运动 在脸书上换上了大头贴特效框 也希望每位民众在这波防疫非常时期 都能够多点体谅少抱怨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时定采访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层面持续扩大 包括了捐血也深受其害 台湾协议基金会公告 从即日起只要曾经到过中港澳的捐血人 必须在离开该地区之后 暂缓捐血28天 以确保鞋品安全 让协议库存量是雪上加霜 血液库存量一片黄未达安全库存 受到天气影响 冬季血液库存经常不足 加上最近的武汉肺炎更是雪上加霜 考量用血安全 台湾协议基金会公告 从即日起 只要曾经到过中港澳的捐血人 必须在离开该地区后 暂缓捐血28天 以确保鞋品安全 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 所以现在的这个捐血人口数是下滑的蛮严重 那当然也是因为本来就有流感在流行 那最近天气都是比较湿冷的 那医院也降低 相信之下医院的病患重症也变多 那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在昨天疾管署已经规定 就是自这个大陆地区中港澳回来台湾的 目前都要隔28天才可以捐血 另外如果曾经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治疗痊愈者以及曾与确认病例密切接触者 也要暂缓捐血28天 新店捐血士呼吁 由于血液库存量吃紧 所以请健康的民众踊跃捐血 帮助需要用血的病患 同时要提醒捐血人 如果捐血后出现发烧 呼吸道感染或肺炎症状 应尽快就医 并且拨打各捐血中心 良心回电专线通知捐血中心 记者陈平常门奇 新店采访报道 为了延续实定传统的 银骨载灯民俗节庆文化 实定区公所将在2月8号下午1点起 在实定老街举办元宵银骨载灯 一格嘉年华活动 规划了彩绘灯笼DIY 卡拉OK比赛 以及创意装扮彩节游行等等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2月8号这个礼拜六就是元宵节了 实定区公所为了延续实定传统 银骨载灯民俗节庆文化 将于当天下午1点起 在实定老街举办元宵银骨载灯 一格嘉年华活动 区长洪丛莲表示 届时活动现场会有灯笼彩绘DIY 卡拉OK歌唱比赛 以及特色装扮彩节等丰富的内容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1点开始之后我们有地方上的歌唱比赛 不管是老人啊青年组啊 我们都一起来比赛 然后我们也有彩绘灯笼 然后这重头戏是在下午晚上7点的时候 我们有些公庙 虎爷公啦财神庙啦 一些庙宇 然后我们采接 然后我们有学校的装扮 罚患大学 还有我们的实定高中 实定国小 和平国小 这些人一些乡亲 还有社区 我们一起拿火把来采接 去年妇女会婆妈 以古时迎亲队伍装扮游行采接 逗趣的模样相当吸睛 而华藩大学学生 则搭上了古装剧风潮 这些特色装扮 让采接活动热闹滚滚 今年也不例外 区长洪丛莲透露 这次一共有14个队伍参加 非常期待每个队伍所带来的创意 今年总共有14个队伍参加 但是内容容我保留 不能太早公布 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小朋友 或这些长辈 他们的装扮 然后回忆到古时候的一些 实定以前的一些特色 当然也有美食 也有美食 欢迎大家一起来 实定区公所表示 除了采接装扮评比之外 在绕街游行途间 还会发送好运茶包给民众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好运数不完 另外舞台区也会有区内学校 及团体的特色表演 以及彩登米活动 压轴的抽奖更有电视机大奖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除了重现 实定过去元宵的热闹情景 也让民众认识在地庆典特色文化 宽度元宵佳节 记者杨邦有抽奔起实定采访报道 广告后继续来看热点看播单元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马街儿童医院儿童感染科主治医师黄聪宁 现在很多家长都担心小朋友会感染到新型冠状病毒 勤洗手是最有效的不二伐门 小朋友要遵守湿搓冲捧擦 这五个正确的洗手步骤 而且不要用手摸眼口鼻蹲的地方就能减少病毒的入侵 另外有那些咳嗽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状的小朋友 应该在家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的同学 生病的人如果非得出门要有公德心 自己戴上口罩以免传播病毒 最后再次呼吁哦 健康的人只要少拿一张口罩 就可以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做好防疫减少传染风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马街儿童医院儿童感染科主治医师黄聪宁 新型冠状病毒在慢性病患者和老人身上 特别容易引起严重的症状 所以这两种人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在吃饭前如厕后 看病前雨后 或从外面回家的时候 都一定要用肥皂或酒精洗手哦 也要避免用手去触摸你的眼口鼻灯的地方 另外慢性病患者出门的时候 最好也戴上口罩 多一层的保护 在生活方面啊 要随时注意血压血糖等等身体状况 忌口的食物还是要避开 多吃新鲜的蔬果保持营养均衡 别忘了啊 心情放轻松维持适当的运动 才能打造良好的抵抗力 战胜病毒哦 最后再次呼吁健康的人 只要少拿一张口罩就可以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减少传染风险 今天热点看播要推荐的是 my video的墙片 它第二张 这部惊悚悬疑片 剧情来到了27年后 鲁蛇俱乐部成员长大 并陆续搬离的李小镇 直到他们接到了一通不详的电话 将他们纷纷召回德里小镇 每27年的邪恶力量再度苏醒 他们能否一同勇敢的面对小丑潘尼怀斯呢 来看精彩片段 i demand more i need it and i'm gonna have it something happens to you when you leave this town the farther away the hazier it all gets but me and I've left I remember all of it the hell of them the hell of me the hell of me to the losers we made an oath s-swear if it isn't dead if it ever comes back we'll come back to you we didn't stop it anywise the clown we can't let it happen again hello k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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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k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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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consumes us from the inside until we don't have a choice anymore You lied And I died You lied And I died 接着来看宝贝亚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看电视搭配光纤上网指定专案 Google Nest Mini轻松带回家 申办依据高速上网 每月只要999元 再想升级A1 Bus 与机上盒 MyVideo豪华月租免费看3个月 MyMusic免费3个月 加智慧灯泡 速洽2917 3939 新北市成立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民众照注册成为会员后 即可依个人意愿 帮助或支持不同的弱势服务方案 相请请洽新北市社会局 新建区 平广西自平广桥起至平广路 一二段交界处之小桥止及其支流 108年4月25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 禁止以任何方式裁补水产动植物 违反规定者 依渔业法第65条第六款规定 储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还 新北灾讯一点通 提供民众停班停客 停水停电 灾时交通 丰桥丰路 环境医疗 活动异动等六项灾害及时讯息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查询 为了使大众运输经营永续 配合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政策 从109年1月1日起 裁撤F701安康县新巴士 不便之处尽请尽量 以上的新闻内容 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以及脸书粉丝团查询点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张门奇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2019各國的生意歷 全球200個國家和地區中 臺灣林業道主最後一年 突顯臺灣社會的少主化這種現象 而脫育則是雙新家庭最頭痛的問題 我今天宣布最新的 校園空間大改造計畫 要在保障學生的受教前的前提底下 將學校裡面的閒置的空間 通通盤整起來活化利用 打造出一個安全健康的育兒環境 現在我就出發到 要從國中進行大改造 提供市民更多優質平價的脫育環境 GO 來 新北市到今年的三月 零到二歲的櫻二樓 有五萬七千兩百三十八名 其中有百分之三十四選擇拖人照顧 高於全國的平均值 因此新北市在積極的推動公共脫育 已經蓋了六十家投育中心 縮脫了一萬七百個櫻二樓 是全台的第一名 我們持續新十二年國教 將脫育中心 建築在校園中的餘育空間 從孩子的出生到小學 都能作為再穩定的快樂環境成長 我很高興今天又增加了新莊 四千國小 同年國小兩處 將未來會更多的優質平價的 因幼兒崩脫環境 繼續來減輕父母的負擔 長者已經有五十五萬多人 在新北市的人口 占了百分之十三點七 隨著人機的增長 小日 越看越模糊 長輩的勢力 我們大家一起來關心 新北市所創 廣碩好評的敬老引進專案 正式開始的 新北市超過有二百七十五家的專業引進行 要送給新北市六十五歲以上的市民 免費的老花引進 希望讓更多的長輩跟子女重視眼睛的健康 目前已經將近有十二萬名的長者顯配喔 不只小朋友 長朋友們如果看不清楚 就一定要接受專業的檢查 大家千萬不要忽視視力問題 記得喔 當子女外資工作時 我們的爸媽不在做什麼呢 過去調查 新北市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有九成是健康的 只有一成是摔垢或失能的 我們希望 長輩不要只是在家 獨守著電視 要多出去轉動才能延緩老化 我們要活得健康又快樂 因此我們持續推動引髮肌肉部 新北市目前已有四百九十二處 今年目標新增一百二三處 將定期舉辦各式健康次序活動 修行娛樂 老人共餐等多言無故 讓長輩究竟在社區 就有共同的同樂好去處 不只金正務人際官司 還能彼此建立陪伴和照顧 讓年輕人能安心吃外打聽 電話中的手機電磁波可以把蛋緊熟 小心 用手機降電話會得鬧流 手機的電磁波會導致眼睛白內障 噢、噢、噢、噢 停 沒有根據的謠言 噢、噢、噢、噢 造謠者、噢噢 噢 就讓博士我來還原真相吧 各位鄉親朋友 你們知道嗎 在我们生活中最大的电磁波发射器 就是那高高挂在天上的太阳了 所以太阳就好坏坏吗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 电磁波的频率范围很广 频率高的就像是 我们去医院照射的X光辐射线 眼睛看到的可见光微波路的电磁波 同学的无线电波生活中点击了电磁波 一直到低频率的地球磁场 磁铁磁场等静电磁场 大家都是电磁波 好的 你有什么问题 你说电磁波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害 来来来 我来告诉你 把普朗克乘数H乘上电磁波的频率μ 就可以计算出电磁波的能量大小1 别一看到公式就睡啊 总之 频率越大的电磁波能量就越强 一般来说 频率高于紫外线的电磁波因为能量比较强 会造成生物细胞的破坏 长时间照射会造成身体的损伤 所以要小心接触 喂 博士在讲你有没有在听啊 真是的 当然频率低于可见光以下的电磁波能量比较低 当然频率低于可见光以下的电磁波能量比较低 网络调言最常提到的电磁波就是通讯无线电磁波了 它的频率比红外线小1万倍 所以它的能量当然就比红外线低1万倍咯 也就是说啊 要同时使用1万只手机 所产生的能量才会跟照射红外线所产生的温度变化一样哦 所以各位朋友就是你啊 别怀疑听我说完 千万别再相信不时的网络谣言哦 再见咯 See you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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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新轨市目前在整个人型的部导长其实不信任不上 所以一个重新的进步要以为本 尤其要先从保护第二开始 起码要最基本上让学校有够安全上行的步 我们一家的路 这是我们最欺赏的 这个才是侯友要做的事情 我们不会是做到很大的事 我们做一个小时 但是这个小时就很大 所以这个是古今自主义贏入计的财产 106年完成了以后就开放节 开放节我们这相见来参观 所以说都保持 大部分都把它保持一位 我们结果这边有意向就是用那个煤矿真的很像 这个农村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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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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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友宜今天要出任務 要去我最愛去的地方 新北起享受的 好山好水 好風光 尤其生態做得最好的 平民 freedom 啊 你 我就會說 吃囉 別人退休的行程 一定要來肯定 這裡有很多人力量 這裡有很多人力量 所以你來肯定 還有一個 就是好多好獻 很辛苦 所以可以拿去製作 丁牌的工具有夠 所以真的要給它有很尖然的資源 我們要怎麼做到那麼多 我們要怎麼做到那麼多 讓我們實際上永續環境 一直自己 給你拿的Coding有什麼樣子 對 我們現在跟我們一樣自己做的方式 讓他們做了之後 給我們收購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做的事情 就是說 針對地方的一些議題 然後做討論 然後去判定我們現在信有的資源 讓其實老一輩剛好傳的 然後會很厲害 我們要怎麼做這個點規矩 對 碰獲地方這些年輕人 對 我們校合都直接 然後就結合我們各級組來跟同學 然後就在創生跟清榮 包括新勢力這一塊 這塊人要想說 那要老的 你們要找他 沒關係 哈哈哈 這個要做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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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老爸在這裡 當然有一個單位 但是我們現在一塊兒子就在等待 我們要讓我們再度打算 所以我們來理由我們家的客廂客氣感 或客廂觀光裡的位置的感覺 無法傳統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兩次 那麼,hydrate~! 就是來穩定 加油 很棒 欸,我可不可以 很好看 慢慢地